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点火线圈必出击,刺激电路故障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Corp,赛上线圈,点火系统是大多数现代发动机上使用的点火系统。 每个气缸都有一个单独的线圈,由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控制。 通过将线圈放在火花塞上方,从而无需火花塞电线。 每个线圈专用两条线,一种是通常由配电中心提供的电池。 另一根线是来自PCM的线圈驱动器电路。 PCM将该电路接地以激活或停用线圈。 PCM对线圈驱动器电路进行故障监视。 如果在二号线圈的驱动器电路中检测到开路或短路,则可以设置P0352。 另外,根据车辆的不同,PCM也可能会关闭通网气缸的喷油器。 症状P0352DTC的症状可能包括,Mail,故障指示灯,点亮发动机失火或间歇性原因。 因原因P0352代码的潜在原因包括,COP驱动器电路电压不足或接地短路COP驱动器电路断开线圈连接松动或连接器所损坏线圈故障。 COP动力总成控制模块故障可能的解决方案发动机当前是否失火。 如果不是这样,则问题可能是间歇性的。 尝试摆动测试No.2线圈处以及沿线数至PCM的布线。 如果对接线进行操作会引起失火,请修复接线问题。 检查线圈连接器的连接不良。 确认线数没有布线错误或擦伤任何东西。 必要时进行维修。 如果发动机目前失火,请停止发动机并断开2号线圈的接线端子。 然后启动发动机并检查是否有2号线圈的驱动信号。 使用试波器可以使您观察到一种视觉模式,但是由于大多数人都无法使用试波器,因此有一种更简便的方法。 使用交流赫兹刻度的电压表,查看是否有5到20左右的HC读数,表明驱动程序正在工作。 如果有赫兹信号,则更换2号点火线圈。 可能不好,如果您没有检测到点火线圈驱动器电路上的PCM发出的任何频率信号,表明PCM正在将电路接地。 或者如果试波器上没有可见的图案,则请断开线圈并检查是否存在点火线圈连接器上驱动电路上的直流电压。 如果那条线上有任何明显的电压,则某处电压短路。 找到短路并修理。 如果驱动电路上没有电压,则关闭点火开关。 断开PCM连接器的连接,并检查PCM和线圈之间驱动器的导通性。 如果没有连续性,请修理电路中的开路或接地短路。 如果存在连续性,则检查接地与点火线圈连接器之间的电阻。 应该有无限的抵抗力。 如果没有,则修理线圈驱动器电路中的对地短路注意。 如果点火线圈驱动器信号线未断开或与电压或接地短路,并且线圈没有触发信号,则怀疑是PCM线圈驱动器有故障。 还请记住,如果PCM驱动程序出现故障,则可能存在引起PCM故障的接线问题。 最好在更换PCM之后进行上述检查,以确保不会发生重复故障。 如果您发现发动机没有失火,线圈已正确触发,但P0352不断复位,则PCM线圈监视系统可能有故障。 Dli线 wasn't lef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